同學,今天講一份比較重要的捲 上次那份,你看到的情況 今天集中精神,千萬不要讓自己飄走 一飄走就很嚴重 今天講一份資料檔 資料檔,首先來說 就算我剛剛對上那班是方式四 他們都遇到幾大問題 他們遇到幾大問題的原因 看一看Edan說什麼 為什麼他們學校這麼多活動 你們這間舊學校 對,民生 每個星期都活動 OK 哎呀,弄得我按錯 首先,幾件事 第一,這份卷,其中一件事很考學生的 就是你的腦子要很清晰 這份卷,我再講 很多學生是做得非常差的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我們沒有了暑假做過一次 那一次就OK 但效果也不太好 這份是第一份的DSC 第一屆,2012年 這份當年發生什麼事呢 這份呢,我當年是改了這份Task H 是嚇壞的 嚴重地嚇壞的 我今天就是看你會不會中了當年的考生的陷阱 當年的考生 只得少於三分之一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正常 譬如你做數也好 做什麼科都好 你像樣子 最多做一些小小的東西 這叫像樣子 我通常是犯了major problem 是啊 或者導致它的點子都沒有了 OK 或者總之 我不想講太多 因為講太多就是開股 我想到時你自己看你會不會這樣 OK 首先我再講這個我暑假講過了 不過現在都11月了 我想再講多一次 首先實情 它會一開始做這個Part B的時候 寫Part B OK 接著就是Situation 讀出來的 前後讀的那段 將Situation讀的那段出來 就是六分半鐘 我計過了 通常是六分半鐘 你不要去聽我讀 不需要的 就是Bling Blang 做以下這麼多東西 先看完就不用急 我今天因為你第一次做 我逐步來 OK 不要急 急是沒有意思的 第一 go through the situation thorography 什麼叫thorography 這個字怎麼解釋 徹底 什麼叫徹底呢 有些人看完那一份東西 看完之後問他 喂 剛才那份講什麼 不知道 或者很簡單 你去餐廳 看完一個很快看完的菜 看完你選什麼 你蓋上去 喂 那名字要寫什麼 不知道 記不記得這句話沒有看過 真的要看過 而且你 truly truly ok truly understand your role 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包括什麼 你的job 你的duty ok 你的organization 未必是學生的 可以嗎 未必是學生的 第三 你要 make sure 你呢 是要知道你身邊 有些什麼人是involved的 明白嗎 譬如說 正常 十居其九都有一個老闆 學校的環境就是你的老闆 公司的環境 或者機構環境就是你的老闆 明白嗎 你的主管 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 這份東西 同學記住 這份東西的目的 是訓練你 當你將來帶孩子出來做事的時候 要寫report 寫email 那些東西 你要得到它基本的東西 就會懂得處理的 不是學校環境 而是工作環境 或者當作以你現在的環境 好像學會環境 你有沒有參與學會 是需要跟外面的人聯絡的 那些環境 明白嗎 ok 另外 再想多一次 不要不厭其煩 你在你的機構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你是負責什麼 ok 然後 你現在你和你的機構 將會做什麼 現在看看情況 回答我這幾條問題 回答我這幾條問題 真的看 好像執藥一樣 剛才我說過幾件事 你確定每件事都做到 做足 來 你 他 你 你 他 你 你 你 有人需要看兩籌,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經驗,譬如你看小說,中英文也沒所謂,你試過看完一版,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是啊,就是當你可能換的場景 是啊,可能看那些,你不知道,多看一次 OK,你當這些不會是金融吧 這些不用太延遲 好,來了,同學,你是誰 Nikki Lung,OK,你在什麼公司做,什麼機構做 一個NGO,叫做cultural economy 是啊,什麼叫NGO 什麼叫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非政府,我這個也是非政府的 那我這個是不是NGO,我不是隸屬政府的 NGO通常有一些實際的名字,給我一個真名 NGO 紅十字會的名字是衰衰的 OK,不要緊,紅十字會 是的,樂師會,或者什麼叫什麼,宣明會 那些叫NGO,或者什麼,勞國界醫生 那些 是的,國外分,有隻熊貓那些 OK 接著,這個名字叫cultural commons 同學,記著名字看清楚 很多人寫下去,cultural commons 到寫答案的時候,沒有一個s 那如果你的答案要需要cultural commons 你沒有寫過s是什麼 就是沒有了,我先提醒你 一個NGO,在香港的 那這個cultural commons 專門幫什麼人來的? 不同國家來的香港住的人 譬如,香港主要有什麼不同 其他國家來的? 巴基斯坦,菲律賓人 是的,南亞,菲律賓真的很多 你講一講一下 你所有講英文的餐廳那些服務員 都是菲律賓來的 幾個外國的都有選手 那些就是主管,不需要你幫的 那些 是不是 英國來不需要你幫的 OK的,明白嗎 就需要你幫的 你的社會是 plan 一個 fund day 給一個 local community 你的 boss 叫什麼名字? 要讀嗎? 都是南亞 是的,這是印度的名字 是叫你做幾個 task 首先你會聽到一個錄音 錄音就是一個 weekly podcast podcast是解錄音的廣播 叫做 bookmark podcast你會聽到的interview 會有一個nino chain 我們做個 B1 一樣 這份就是B2 是的,這份是B2 B2和B1完全不同 的程度 所以你會說 我聽過 你說得對 我們做過 這班有些跟 form 3 升上來 最後那三段不用看 OK 接著第二件事要做什麼呢? 看看 我們再看看那張文件 首先 一定是這樣 去 page 4 page 4 先看完 不用急著 你看完我這裡 OK 或者你看完你自己的紙 先 通常 十居其十 現在我可以說 是一個 email 這個 email 其實實情是指引 OK 份份卷也是 所以有些同學上到中四 都說不知道要怎麼考 上到中四 無論你哪個 paper 都好 除非 除非 除非有個別學校 是需要考 一些 grammar 例如你學校 是不是 還考 grammar 正常呢 是跟D1C OK 那就是D1C的方法 好啊 接著就是 首先 正常是三個 task 好 同學 我今天中四 你今天中四 我先說定 他可以突然間 殺出來 改悟是三個 task 暫時未試過 但是以前A級試過 OK 那一年 不是 情況如何呢? 他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一向都是 當時A級 是有一個長一點的 task 現在有兩個短一點的 task 很多年都是 長一點的 task 大概四十幾分 不是 短一點 大概一個二十幾分 就是一長兩短的 突然間去到2004年 那一年還殺了 OK 那一年殺了 接著 我還要下午考 這份卷 當時要考一小時九個字 一打一份卷 這麼激動 今年只剩下兩個 task 一個 task 長的 task 是超級長 變成六十分 另外一個 task 是變成一個短的 task 大概大概三十分 哇 我都嚇到 是啊 那我就嚇到 我也嚇到 我就算我是老師 我也嚇到 哇 這樣就沒事了 接著開始了 我是市場主任 那些人 開始要叫些人點名 叫些監考員點名 然後就說 突然間有個 有個外國同事跟我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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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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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最重 不是 以前還有分裂 分裂 分裂 這個就是當時的 你28%離開了 什麼意思 這份卷佔28%離開了 什麼意思 拜拜 英文拜拜 什麼意思 拜拜 跟著我走過去看 看那個同學 我問同學你 我問同學你什麼事 我不是很舒服 我說 我看那個死人的樣子 完全沒有不舒服的 OK 一點都沒有的 跟著我跟他說 同學你不如這樣 你坐多一會 如果你坐多一會 都不舒服 你再跟我說 好嗎 好啊 好啊 跟著我就走轉想走了 不是啊 他會不會有心臟病啊 什麼疾悉症啊 然後問同學你有沒有什麼緊要病啊 沒有啊 OK 結果坐到尾 什麼意思呢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 你有時候考試突然間這樣轉 你是突然間那一刻沒有鬥刺 例如說 我這班有幾個做運動的同學 OK 你就明白了 你那天已經做得很辛苦 操得很辛苦 突然間 可能你收到一個電話 媽媽罵你 OK 或者媽媽 我試過了 我在練馬拉松 哇 跑到我已經跑了二十幾公里 很辛苦 我很想停 接著收到一個訊息 我老婆傳來 什麼時候回家啊 你知道那一刻 你偷了一個訊息 你是會崩潰的 即是心理上 你明白嗎 你那做運動的同學 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同一道理 那個人是拘捕得那麼緊的 已經這張卷 你記著什麼時間考呢 早上考完一章 reading 多半小時 再考 writing 一個小時15分鐘 接著lunch time lunch time這個下就考的 一天考三 一天考三 現在沒有了 DSC沒有了 放心 是以前A等級年代有的了 接著下午考的時候 就一個小時九個字 接著打開訓卷 60分加30分 接著就嚇到 就想走了 結果錯到尾了 我這個故事 這是真故事 那個學生應該多謝我 我是叫了他 讓他不要走 如果不是他走了 所以 就是什麼意思呢 考試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 他不需要事先通知你聲 OK 但你記住 你嚇到之餘 不止你 別人都嚇到的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考試任何改變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DSC又發生過了 DSC如果你現在做這份卷 你看看三個分數 你看看問答案書書 幾分一個TASC 寫的那裏 不是Data file 寫的那份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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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是維持到2017年 2017年 突然間 聽著 22 17 13 是 17年開始 22 17 TASK8是22 TASK9是17 TASK10是13 我有一個讀中文中學學生 考了當年的 他做TASK10 為什麼找不到點 他用了很多時間做TASK10 為什麼找不到點 因為根本就沒有點 他就找不到 13分 為什麼找不到 他不知道13分 他當了18分 為什麼會沒有什麼點 他沒有看到 因為第一年發生的 只有五六個點 為什麼只有五六個點 真的只有五六個點 十八分 有十幾個點 是啊 十三個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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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但是最少分那個 OK 你明白 所以要看大眼 考試要看大眼 驚不驚到 OK 好了 講回這裏 我講了這麼遠 明白我的意思 什麼科都會發生的 考試一定要收生 千萬不要 為什麼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不需要給你面子 OK 八九十 每一個TASK 要你找以下的東西 第一 TEST TYPE 什麼叫TEST TYPE E-MAIL article 那些 可以嗎 第二 寫給誰 這個很重要 譬如說你寫給Junior Form 學生的語氣 和你寫給校長的語氣 都是什麼樣 明白 這是第二樣 第三 他有沒有給你一個Outline Outline 就是說 你寫一封信 首先寫這件事 之後寫那件事 然後寫第三件事 明白嗎 Outline 第四 有沒有給你一個starting point 你看一看 我發給陳先生的E-MAIL 做一個starting point 他真的會寫明 starting point OK 不過我想提醒你 我先講starting point 我曾經教過一批 中文中學的學生 是這樣的 然後 他說starting point 結果他找 他就只找了starting point的版 我說 你其他的版 沒有 他叫我在這裡 我說 這個叫做starting point 這個不是叫做ending point OK 記不記得 你用完之後 整個data file 三個task做完之後 整個data file 都用完了 OK 明白嗎 就不會有一把 OK 那個人最後 現在做了警察 OK 第四 第五 究竟這個task 跟你有什麼關係 跟你 你想回上面 為什麼要找你做 你的身份是什麼 為什麼要找你 明白嗎 為什麼有影響 我們慢慢做下去 你可能做這份 你都未了解到的 行不行 這麼多東西 現在我想你看看 這三個task是什麼 我給你五分鐘 八九十 就是第四版 同學 就是這版 這版 OK 我再講一次 收拾這幾樣東西出來 這個這麼多東西 ABCDE 每一個task 有沒有同學不知道我講什麼 Page4那裡 你看回 Page4的Email那裡 看回ABC 每一個 那裡有三段 看到嗎 有三段 OK 尋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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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可不可以 Match哪一版是哪一個task OK 可以嗎 有沒有同學不明白 不明白 我可以跟你解釋 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不明白的同學 這個 焗了一點 因為剛才那些班 少一些學生 好多 記住不要讓自己看 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我告訴你 為何是Task8 還是不是Task1 Task1到Task4 是認得順 5、6、7是B1 8、9、10是B1 有些TaskType是很奇怪的 OK 還有我想我再提你 這份是比較重要的事件 當年第一屆 做了炮灰 我改的做炮灰 那些人就做了這份 看完這三個版之後 如果你有時間做 做完第三 你看哪個版是哪個task 我可以分到 以前有些勁 例如有些P.D.同學 有些協欣的同學 就是理事者 那些6分鐘 就可以開始找到 人 不要讓自己睡著覺 還有不要只是 我看看有些同學 有些同學就很認真很仔細 有些同學就很大概 是這樣的 你看看自己 你真的支持 你不要 很簡單 等於我剛才跟你說 你看完餐牌 寫什麼 不知道 OK 不知道 你如果看完這個指示 你都不知道 你就死定了 OK 你記住這份卷是故意亂來的 很亂 你就死定了 但是我給你一個 你記住 這份卷 大部分的項目都是數據 出來的 OK 我知你星期五 放完學很開心 第二天要補習的 星期六要補習的 記住 星期五晚不要太晚睡 太晚睡到睡著覺 我覺得你真的浪費錢 好 好 好,同學,我和你進一步,希望你看得完 我一直問一問同學,首先,第一個Task H,就是這一塊 我想問什麼Task Type? 講完整一點,OK,但是講多一點點 有沒有人補充?Matthew呢?是什麼來的? 一個討論,首先,我第一個告訴你 我們要做一個網絡討論,你看過什麼是網絡討論? 例如,你去到一個網站,突然間你去到它,突然間它彈出來 你介不介意幫你做一個文件調查? OK,YES還是NO?YES,這樣就繼續開始做了 你回答他的文件,你對於我們公司的產品怎樣? 那些網絡討論 但是這個網絡討論,我們要寫什麼? 我們要寫一個什麼?Introductory Paragraph 同學,你記住不要這樣做 不要只看人家,Introductory Paragraph 就是什麼來的? 就是什麼來的? 很簡單,我想問你,你試試想像 我們以前在改捐的時候,那些Chief Examiners 他會這樣跟我們說 就是給我們一個改捐的指引 就是說,你切身處地去想 我按進去一個網絡討論的時候 OK,我按進去,我回答的時候 他會不會一下就彈出第一條? 為什麼不會? 他會先做什麼? 才有第一條出現? 是的,他會跟你說 我們這個討論的作用是這樣 記不記得? 你現在就是寫這一段 明白我的意思? OK 我再說,有些同學的樣子 有50%睡著了 我想那些同學醒一醒 OK 接著就是 所以就是 因為這樣,你要寫這個 目標的觀眾是什麼? 是的 再想清楚 你試試站在下一步 什麼網站? 什麼網站? 你再想一下情況 什麼網站? 你看一下情況 他沒有直接說 你要自己一步一步想出來 什麼網站? 公司 公司 我們的機構 我們的公司 我們的機構做什麼? 就是幫人 就是幫人 為什麼? 你寫出來,我就知道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踩我當時改變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坦 不要寫 不要寫 你分得出 有些人 盡全力之後錯了 不要緊 但是不要隨便 一份事給我 OK 我認真說一次 因為有些學生 譬如說 我另外一班是 第五學生 跟著 那一班 有些學生 是父母叫他們來的 最慘的 我知道中一、中三 很多這些人 到中五也有這些人 就很大膽 他永遠交給我 隨便交給我 OK 你來到中四、中五 大家都有個什麼地方 有個什麼地方在你眼前 在那裡 你去到中四之後 中一、中二、中三 沒有的 就是DSE OK 所以做好一點 OK 再回來 接著就說 叫他寫一個 解釋 第一件事 他有三點給你 這三點就是實情 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大綱 第一個 what a barrier is OK 第二 barriers related to the Hong Kong way of life 第三點 就是the effect of each barrier and how people feel as a result 我會教學生這樣 你摸下他 第一點是8.1 8.1 第二點是8.2 就是第2個Task 8是第一件事 Task 8是第二件事 以及Task 8是第三件事 那再消化一下 What a barrier is 就是實情是要講什麼 Dfinition OK 可以不可以 第二 barriers related to Hong Kong way of life 就是這些障礙 是跟香港的生活有什麼 就是related 你記得初步想 實情是 這個不是作文 這點全部都在裏面出來的 第三 每一個 每一個 barrier的 effect 以及人們覺得怎樣 OK 好了 再看下一段 第一 他只有一件事 提醒你 Don't mention barriers related to body language 不要說 body language 那一個 因為那一個是Task 9 對不對 OK 還有就是 Have a look at living in Hong Kong newsletter article as a starting point 即是哪一版 哪一版的 starting point Living in Hong Kong newsletter 第七版 所以同學去第七版 下 第七版這裡 右上角 左上角 沒有所謂 抹下Task 8是S S就是 starting point OK 什麼叫 starting point 到時你就在這裏開始看 記住一下 開始看 OK 行不行 做了沒有 好了 第二 阿同學 我現在是go through得很清楚 我不想一陣子開始做的時候 有些同學 即是starting point 其實裡面包含的知識 沒有的 很難說的 是有機會可能是裡面 不是不是 是會有裡面的 point 但是不會全部包含 不是 你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到 即是他starting point 的意思就是說 那裏是 那裏是給你一個開端 讓你會清晰些少 明白嗎 意思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第一段 也未必一定是有starting point 的內容 是啊 沒有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OK 好 問得好 不一定的 總之會有point 什麼point不知道 明白嗎 會有point 什麼point不知道 好 Task 9 我想問Task 9是寫過什麼 什麼test type Advice page Advice page 最終會在哪裡出現 在網站出現的 在網站出現的 意思是我們是什麼機構 我們是什麼機構 我們是什麼機構 Cultural Commons OK 同學你記住 你現在聽到好像很辛苦 我講話更辛苦 我想我講到 確定你們是可以集中精神的 你留意我講話 OK 所以你盡量集中精神 你真的下去看 你不要只 你什麼情況之下會累呢 你好像坐在那裡被動 你選這個 那你就會累了 你真是集中精神去看 你一起用腦袋就不會累了 OK 還有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不是一至五 另外 Advice page 就是網站 我們是Cultural Commons Cultural Commons 是專門幫什麼人 來香港 記住給人們這些 就是Focus在什麼 Different area of communication 就是不同的溝通的area 就是每個月 這個月Focus在body language 叫你用以下 OK 那你記住 你看一看 你揭到Task 9 就是答案那裡 你寫答案那裡 Question answer book 你揭到Task 9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他分了類給你 他分了什麼類 就是那個 第一個是什麼 Eye contact 第二 Arms 第三個呢 Standing 然後跟你說 Explain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each aspect 每一個 aspect Eye contact有什麼 Arms有什麼 以及Standing有什麼 Body language 第二 Advice 好嗎 所以9.1 9.1 是那個什麼 9.2 是那個什麼 Advice OK 不過 這個雖然9.1 9.2 但是你要分開那三樣東西 那三樣東西 可以嗎 OK 好的 開始點在哪裡 Isabel Tanks的 article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body language 那哪裡 第六頁 OK OK 這個 所以這個板 記錄下它 Isabel Tanks 就記錄下9s Task 9的 starting point OK 是 好了 Task 10 Task 10我想問 是什麼Task Type Article OK 寫在哪裡 我想問我們的Cultural comments 學校跟我們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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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舉行一個活動 是 是的,非常好,Edison答得很好 譬如有一個學校,他想說環保那些事情 他可能會找綠色和平 因為他不是一個商業機構 他想提倡這件事 很多事都會賺錢 好的,接著 關於這個,他的特別版本就叫做Multicultural Awareness Week 他們想要講關於實際的困難 面對香港人從不同的國家 以及香港人在香港的幫助 他這裡有一點點給你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10.1是甚麼? Practical Difficulties 沒錯,10.1就是Practical Difficulties 你降低它 OK 我想提一下,我看到有些同學完全沒有動過手 到我們一會兒做的時候 如果他不要坐在這裏才說不知道甚麼事 如果將Starting Point是1 甚麼? 如果將Starting Point會過 你不要限制他甚麼 你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會有Point 但是他不會這麼傻地跟你說 你將我找到8.1在Starting Point 或者10.1,明白嗎? 真的不會的 OK 但是有這個機會 OK 有這個機會 但是你不要,因為你這樣你就會說 咦? 這個一定是9.1 譬如說這樣說,這樣就死定了 OK 因為不未必的 知道嗎? 10.2呢? 就是那個 Help Available 好了,然後我想問 我想問就是 那個Starting Point在哪裏? Nino Chen的Research Articles OK,哪裏?哪裏?哪裏? Page甚麼? Page甚麼? 第8版的上半 第8版的上半 我想說定 任何Data File 如果有張好像這張報紙貼 貼在這裏 一定有用 記住要看 好像這張報紙貼在上面黃色的字 這個 一定要看 OK 記住 好了,我們將三個Task 結束了 你試試不要看那個版 大家不要看 不要看 我問你,Task 8 是甚麼? 是 甚麼Introduction? Survey Survey Introductory Parable OK Task 9呢? 一個Advice Page 是講關於甚麼的 Body Language OK Past 10呢? Article 它是甚麼? Practical Difficulties 甚麼人? 剛才說漏了 甚麼人的Practical Difficulties 新來講義文 OK 可以嗎? 接著現在下一個 工作就開始看了 我想說一下DSC 聽著 正常的情況之下 一版是通常一個Task 不過2012年就更例外 一版可以多一個Task 這一版你覺得Task多? 第一版是Task 9 即是很大成 多一點 OK 等等 等我開了我的一版 我都不是很100%記得的 這版 你覺得Task幾? 第一個 有Body Language 又Body Language 就是Task幾? Task 9 我先說給你聽 不止的 是有多 你想不想我給你 還是你自己找 你想我告訴你 你自己找 沒有人出聲 你想知道就問我 OK 好了 後面的版 後面的版 就已經說了Task幾的開始點 Task 9的開始點 所以不用看了 再這版 你記得看東西 是由大到小的 Article from Living in Hong Kong Newsletter 就是這個Article 是Living in Hong Kong的 然後你再看這些東西 你覺得Task幾? Task幾? 是嗎? 這個我是Starting Point 對不起 我也在發夢 這個 這是誰? Task幾? Task8是嗎? 是的 Task8 沒錯 傻了 我自己也有人在發夢 這一版是Task10的Starting Point 是不是 下面呢? 下面都是10 這一版 這個下面都是10 OK 下面是10 好了 最後這一版呢 有10的東西 OK 行不行 是的 我再提醒你多次 剛才這版 這版 剛剛開始的這版 有Body Language 不止Body Language 不止Task9的 我先講清楚給你聽 然後回頭 看回Note Taking 最後那個呢 記住一下 因為他說錄了幾張圓 然後呢 最後的Task就是 你看回Note Taking Note Taking 其實裡面 B1和B2都有的 即是選B1的同學 和選B2的同學 都是聽這份東西的 所以有些是For B1 有些是For B2 好了 第一個 我想問我們剛才說這麼多東西 有沒有說過一樣東西叫Fund Days OK 有沒有說過Fund Days 8、90裡面 沒有 所以這個是B1的 不過考試 不要那麼腦定 他一定寫完 OK Body Language 雞腦這麼大的字 就一定有Task9 Task9 OK 我可以找到我睡 因為我計算有急錯事 我睡呢 好,Nino Chen呢 剛才有Task9說過Nino Chen Task9 10 OK,不知道了 Communication Barriers 8 Practical Difficulties 10 Nino Chen的書 沒有了,這個是B1 我和你很肯定說 頭尾是B1 OK 寫東西,麻煩你 寫東西 和做Listening不同 做Listening你是寫了Keyword 但是這份項目最終是你自己看的 OK 所以呢 麻煩你什麼都要寫下它 包括你 譬如,很難平時說的 Well, there are two problems for a start 那你可能你只寫那句 麻煩你連後面那些東西都寫完 我和你講,這裡呢 裡面有很多東西要寫的 有些東西聽到很細緻的東西 最終會成為一個Points 明白嗎 聽到很細緻的 那現在 差不多開始了 等我一會 先看看 沒有準備時間的 直接開始 小訊號了 其實 你說吧 應該在什麼時候去找 你以為剛才那六分鐘 如果你有時間有些勁的人可以開始找 但是 如果沒有就 沒有人可以找到的 沒有人可以找到的 找不到這個問題 OK 那就 欢迎订阅 谢谢你 很高兴在这里 我们将来谈谈你的新冠军 但之前我们来谈谈 我认为你会想要介绍 一个重要的社会 明天将会发生 OK 是的 它是一个楽天 and it's taking place in Kowloon Park on the 15th of April there'll be lot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OK so if we want to come along we need to get down to Kowloon Park on the 15th of April is that a Saturday or a Sunday? the 15th a Sunday Arlene right so what will be happening in the Fun Day? there'll be lots of activities like a Lucky Draw great i love lucky draws yeah but don't just come for the lucky draw i think the fun day is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it's a great chance f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o meet each other so a lucky draw and a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sounds good and will you be there yeah i'll be there yeah another one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fun day is i'm giving a talk about body language a talk about body language is there much to say about body language then well yeah yes there is we communicate using our bodies and it's something we really should be more aware of okay like what for example well the classic example is eye contact eye contact is the aspect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at varies most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really yes for example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people's eyes meet if your eyes meet with someone for a long time it can mean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hings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three different things yeah for example in some countries it means you want to fight so too much eye contact can mean a sort of challenge is that it well yes but in other countries it can mean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t can also mean that you are showing that you're really interested in what the person is saying right and the third yes well the third possible meaning of the long meeting of the eyes is of course romantic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that person romantically well there's a bit of a difference there then you want to fight you're interested or you want to be his girlfriend exactly and can you give me some advice to people about eye contact then well i think the best advice is to try to become aware of what you do yourself and adapt to the situation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ecome aware of what i do with my eyes and adapt to the situation i'm in yes that's it now lionel we know that you'll be giving a talk at the fun day but some of our listeners might not know that much about you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well i was actually born in singapore but came here as a young man and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hong kong i got a job as a social worker oh really i always thought you were from hong kong no no singapore okay my mistake and how long were you a social worker oh for about 10 years i suppose well 10 years is quite a long time in a job like that i'm always interested to read what you have to say about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nd how they affect us i'm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about those barriers that are particular to hong kong or barriers that are a real problem in hong kong compared to other places i'm not sure if these are unique to hong kong but the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that people mention when they've just arrived in hong kong are noise time and people not listening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noise time and people not listening sounds like hong kong on a bad day well yes it might be quite amusing but these are all genuine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they all prevent communication and that's what a barrier is a barrier stops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okay so a barrier stops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right and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happens next as i say a barrier like noise stops communication happening but it's how that affects people that's the point take noise as an example we all know hong kong can be very noisy but what happens when it's so so noisy that we just can't communicate i know i just get angry well you're not alone arlene there's been quite a lot of research into this area you know monitoring people's blood pressure and so on and all the research points towards noise as a communication barrier adding significantly to people's stress levels okay i'll have to look for a quiet space to talk then you mentioned newcomers arriving in hong kong you mean people from outside china yes well the people i meet in hong kong are from everywhere from africa from south america from the middle east these people come to hong kong to start new lives just like i did some people need help to deal with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hat kinds of difficulties do they need help with well things like finding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there are two difficulties here firstly to find a school and secondly to fill in the school application form some newcomers don't really have the written skills in english or chinese to fill in those long government forms yeah well i find filling in those forms bad enough but if it's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finding a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then that sounds like something really worthwhile to do okay oh before i forget we need to give our listener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new book it's called an immigrant's song and where can we buy it it's available in all major bookstores in hong kong all big bookstores in hong kong anywhere else yes and of course at the fun day at kowloon park on april 15th oh yes of course at the fun day as well well i'd recommend all our listeners to give it a try it really is a good read well lionel it's been very nice to meet you and thanks for coming into the pod today that is the end of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of this test you will have one hour and 15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written tasks in 有多久的时间 75分钟 三个task 所以除了一个task 25分钟 25分钟是找坏价写 是非常之短的 刚才我看到同学写东西有些同学写很多 有些同学还是写得少 因为你是第一次做 我帮你 你可以不看 你可以选择不看 你也可以选择看 OK 这样就是 包括以下这些东西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是之前那份 一二年一二一二 实行整个fun day details 就是没什么需要的 OK 不过你可以看 这个是B1的 Body language 你看看 We communicate using our bodies 你对一对你自己有没有那么多东西 We should be aware of Eye content Eye content The aspect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varies most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OK The length of time people's eyes meet If your eyes meet with someone else for a long time 有三个 meaning 第一 You want to fight 第二 Showing you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what the person is saying 第三 Romantic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at person romantically 有一件事很值得 如果你记得 如果你记得刚刚你听的时候 他就将这三个重複一次 但是在第三个重複的时候 他说什么 记不记得 Oh you want to be his girlfriend 这个不是答案 OK 明不明白 所以就要小心这件事 跟着 所以Advise about eye contact 就是Try to become aware of what you do yourself and adapt to the situation OK 行不行 跟着就是Nino Chen 就 born in Singapore 以及 came to Hong Kong as a young man to get a job as a social worker for first for about 10 years 所以看完这个其实都没用的 跟着communication barriers 第一个 Noise, time, and people not listening 有没有写齐这三个 OK Noise, time 如果你连这三个都写不到 就很大问题了 OK 当年我开估了 其中一个估计就是 当年很多同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 很多同学的Noise 串了NOICE 死了 OK 在公司的课程 They all prevent communication 所以Avarius stops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Noise said Noise stops something Communication from happening 在香港 It can be very noisy So noisy that you can't communicate I get very angry You're monitoring blood pressure OK And all research points That noise Add a significantly To people's stress level 有什么有用 要你自己分析 OK 行不行 你自己去看 跟着 practical difficulties 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 finding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第二个 to fill in the school's application form 我看到有些同学 刚才有些重要点的时候 他是没有记录的 我再说一次 刚才你在那里做一绿的时候 我在看你的 每个同学都有看的 那就是你当时没有记录 最惨连现在也没有记录 OK 那就有问题了 我展示给你看 也没有 你也没有记录 那你到时没有了点 就不要跟我说了 为什么没有了 接着呢 后面就是说 就是 这个是废话 没有什么特别的 后面那版 行不行 OK 我留这版本给你 那么就 现在 我给多点这么多 不要了 不要给你 25分钟 你找齐 task 8 我不帮你 我之后会完全解释 如何做给你听 我再说一次 我之后会解释 如何做给你听 但是现在你在没有解释下 你做给我看 看看会出什么样子出来 是 但是 你当你现在考试 整份东西写出来 25分钟 你先听我说的 为什么这么做呢 以往我初头 初两三年的教法是这样的 我初两三年的教法是这样的 我初两三年我是对方的 你问到学生 我找到 找到 但出去考试 每个都死了 OK 所以我发觉最稳定 就是你写出来 很简单 你找到我 到时我会在这里 我会帮你改 OK 是的 不过你试试做先 25分钟 现在开始 先不要 你没可能做到 OK 喂 25分钟之后 我是收卷的了 OK 现在开始 记住想清楚几个东西 它给你外线 是吧 我提一提 我突然间写完之后 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它给你外线 它给你外线 它给你开始点 你再看一次 它的任务做什么 我再提醒同一次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讨论的 Introductory paragraph 我再说一次 是讨论的 Introductory paragraph 就是你点进去 咦 先生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目的 是这样 就是那些 那段 接着 它有一个outline outline写什么 第一就是 what a barrier is 第二就是 barriers related to Hong Kong way of life 第三 the effects of each barrier 和 how people feel as a result OK 那你写完它 starting point在哪版 starting point 刚才说了 就是那个 Living in Hong Kong newsletter 就是第几 第七版 starting point 但记住 不仅是这版 OK 那你现在 你有问题问我 脱举手问我 找了point才能够回来的同学 知道吗? 我这样说完 已经没有了两分钟了 你用10分钟找point 如果可以的话 15分钟写 在优优独播 有多年 今天 没有什么 任务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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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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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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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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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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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